这样想就是苦 今天你自己一个状况 生日买惯的 你几个二三十的 生日三十的电话 你刚刚做一个比较辛苦 二三十的比较辛苦 你如果想说好 那些人刚刚有二三十的电话 这样有幸福吗? 有幸福吗? 我会在生日三十的电话 我是刚刚做幸福 对吧 所以如果这样想 这些苦苦的事情来变得了 看得懂 所以是好喜爱 心愿的把握 所以我们的事情当然 要由于我们的 生日义庭公佛的 他跟我说我们的情况 其实我们的情况都会跟你说 刚刚先都跟我们说的那个故事 我们大家都知道 要有利益的事情在没有 看着每一段时间 还退一步海阔 这种两生根 心田种下三个 今天我们在讲石龟 我们在尽石龟 这些苦的钱 要尽石龟的钱 啊 尽石龟的钱 啊 尽石龟的钱 啊尽石龟的钱 尽石龟的钱 尽石龟的钱 所以我们要进什么 好的经济啊 才有田园的果实行走 如果你要进库的 什么是库的 当经济 这个库的经济啊 我们要进鲜的经济 要有主意义吗 要来反信书啊 那所以同同志 我平心愿的 教班 募手啊 教终牟手 因为这些时候不够 这种牟的容器 过去就够 每个人都有机会 我们就来得 也是我们天人 共感这些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